我放了一下,其實查詢函數的話,或檢視函數,最常用還是VIRL函數 其實如果你不用VIRL函數的話,其實用Lookup也可以 Index、Obsense其實都可以,底下我有列那種方法 可是最後我是覺得以這一題來看,VIRL函數應該是最簡單的 比如說你會發現,如果我今天不用VIRL函數的話 比如說我再把它複製一個,這個Ctrl鍵函數 假如說我把它換成另外,比如說我換成別的函數的話 假設我換成什麼,像VIRL函數,你們可以自己來試試看好了 其他的話,像LOOKUP函數,L函數,L函數,LOOKUP這個 或者是Index、Induracy都可以 那LOOKUP基本上的話,需要三個參數,看起來好像比較少,比VIRL函數少一個 那它的規則是,你LOOKUP的VALUE,就是你要找的那個 這個東西LOOKUP VALUE一樣,就這個,你要找的編號 所以以後看到LOOKUP VALUE,意思是說你要查什麼樣的資料 通常是編號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就是LOOKUP VACTOR,指的是你要找的這個編號的範圍在哪裡 就這個範圍,然後呢,REOUT就是你要把什麼樣對應到同樣的這個 你要找到,如果找到005,你要把哪一個範圍的資料幫你找回來 那所以這個的話,找到姓名,有沒有 那意思是說,如果找到005,那因為005在這個範圍的第五個 所以它會把這個REOUT的這個Vector,這個應該是範圍的第五個 劉宏君幫你帶回來,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他就幫你劉宏君也帶回來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可是喔,這個比較麻煩一點就是說,如果你現在要向下填滿的話 那就很麻煩了 為什麼?因為假設啦,同樣的道理,你把它複製一下 如果你用圖法鏈剛這樣,你把它貼一下 那如果你要改總銷量的話,就要把什麼? 把B改成C,有沒有 OK,那個這個B,這個後面那個B也改成C 就是意思說,找是找這個範圍 抓是抓這個範圍,那打個勾,OK 可是喔,有同意說,老師如果我想要向下填滿的話 有沒有,那你就很麻煩的,有沒有 B兩個,要改成C,很抱歉 沒有這個功能,OK 所以如果你假設用這一招的話 可能就不向V圍環數,可以向下拉 配合一個弱環數就OK了 因為這個沒辦法 因為沒辦法變出這個 除非你用VBA 不過這個地方,大家跟各位講一樣 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 index 可不可以用?其實也可以啦 插入環數有沒有 這邊的話也可以用index index 會跟你要三個資料 第一個資料的話就是哪個範圍?這個範圍 OK,一樣嘛 其實array就是跟那個 那個什麼 V路函數一樣,那個table array 到底是一樣的 那差別是說哪一列?哪一欄?哪一欄?哪一列呢? 第五列嘛 所以第五,Raw 可是問題是你不可能告訴他說 第五列輸入5嗎?不是 你直接告訴他上面這個 5,剛好你會發現 不過因為這一集運氣還蠻好的 因為他的編號就剛好是12345 按照順序 所以我們直接怎麼樣?就跟他講說 在第五啦 所以你就指向上面這個 所以Raw Lumber有點像LubaValue 有沒有?那剛好呢 不過你會發現他還蠻聰明的 你給他005的文字對不對? 然後他因為他要的是一個Lumber 所以他自動幫你把這個去掉 自動變成一個數字5 所以他還蠻自動化的 自動為你轉型 變成5啦 意思是第五列的意思 不過剛好是會配合得到啦 但如果未來你的那個資料 他不是剛好就12345這樣排的話 你可能這邊必須要配合另外一個函數 叫Match Match的話就是可以查 查完之後他的資料在第幾列 然後把那個結果放到這邊 所以這邊可能要放一個Match 所以你看Index裡面要再一個Match 那就難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可能要特別注意 再來哪一欄? 因為剛好1、2 所以這個概念跟那個V欄數一樣 第三個參數 只是說他沒有那個什麼 第四個參數 叫Range Lookup 按確定說 其實就回來結果應該就是OK的 再來的話 Index還蠻OK的 你要向下填滿的話 其實只要把哪一個放來改一下 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 一樣是2 那向下的話這邊 3、4、2、3、4、5 所以其實把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Raw就可以了 -2就可以了 有沒有 其實這個有點跟那個V欄數蠻像的 差別有沒有 這個比較像他那個V欄數 然後這個有點像他TableRate 一樣 這邊要把它加一個錢的符號 加一個錢的符號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其實向下填滿了 應該也會得到要的結果 OK 所以其實 不過我覺得 反正你大概知道 因為不同的狀況 你可能要用不同的函數去處置 不是說 你像之前蠻多同學上班的時候 都只會用一個叫V欄數 那很多地方 V欄數做不出來的話 那你就卡住了 OK 所以盡量要多多去熟悉 包含什麼index 或者是還有什麼 如果你不用index的話 其他還有哪一個 Offset跟那個Indirect 其實你也可以試做看看 像這個Indirect有時候也非常的好用 OK 那它差別只是說 它這個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必須要給什麼 給一個就是 Reference Test 記得 Test一定是前後雙以後 只要看到Test 反正你就不用再去懷疑了 裡面一定要有雙以後 那意思就是 其實這個有點像Range物件 VBA的Range 比如說我現在要抓哪一個 這個什麼 005對應到的姓名是這個 這個叫 在儲存格裡面叫B多少 B7對不對 所以你直接把這個B7 輸入到這裡 按確定之後 劉宏君就出來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有沒有 其實它這個還蠻像那個Range物件的 Range然後拿一個儲存格給它 但問題來了 你要怎麼樣 可以當它向下填滿的時候 自動把那個什麼 後面變成什麼 這邊要變成C C7 有沒有 這邊要變成D7 E7 哇 那就頭痛了 有沒有 前後要記得要加雙以後 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 你假如說 向下填滿 這個應該不太OK 變你什麼 你如果要改下一個的話 你就變複製 然後取消 這邊把它貼過來 然後這邊改成C7 但問題還有一個 這個後面的這個 還要配合什麼 因為現在如果上面動的話 下面不會跟著動 所以怎麼辦 這個可能要把什麼 把這個後面的數字有沒有 因為上面是5 所以它現在是7 相差2 所以你可以把這邊B 然後後面加一個End End End 後面那個數字 上面這個數字 應該怎麼樣 加2 這樣OK 看一下 不太確定 打個勾看看 可以耶 有沒有 B 把那個數字 005過來 它就變成 A 後面有個加號 它就自動變成5 5加2 變成7 那7的話 遇到前面有個M的符號 有沒有 它就變成7 自動變成雙號 7 然後再跟B 串在一起變成B7 OK 懂了意思吧 因為其實VVA Excel裡面有些地方太自動了 我剛剛講 我再講一次 為什麼這樣OK 因為這個H3裡面的資料是005 它本來是一個文字對不對 遇到加號之後的話 它就自動幫你把文字自動轉換成5 因為遇到加號 所以它跟2加 不是就變成7對不對 是一個數字7 那數字7遇到前面這個M的符號的話 自動會幫你加雙以後 又自動轉型 轉之後的話 再跟B串在一起 就變成B7了 我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其實它因為裡面很多都幫你處理完了 所以 講說為什麼這樣可以 那什麼時候可以 其實大概這個原理原則 大概知道一下 以後的話 就是你公式在做的時候 應該就可以很多地方可以做出來 然後把它打個勾 那問題如果向下填滿的話 應該要把什麼 把這個 這個數字 B要變成什麼 B要變成C嗎 可是問題B怎麼變C C怎麼 向下一個變 不同的 這個 英文出來的話 頭很痛 對 ASCII ASCII 我又講了 有點 越來越難了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 向下填滿的時候 自動增加一個 就是 本來這邊 B C D E的話 你可以插入函數的話 可以用一個函數叫 取那個 文字類函數 這個要回到文字類函數 裡面的話 有一個函數叫做 Core 跟Chart 這個Chart的話 意思說 你要抓內碼裡面的哪一個 內碼裡面的哪一個字 那我記得 那個65的話 是A 對不對 這65意思 這個是美國人制定的 反正你大概知道 它就是 剛開始設計電腦的時候 它總要給一個ABCD的位置 那就是65剛好就大A 然後呢 66剛好就B 有沒有應該知道吧 所以如果今天要B的話 我就給它66就好 B出來 如果向下拉的話 剛好可以加1的話 你有沒有想到哪一個 Raw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如果你要向下剛剛好的話 就是在這邊的話 因為現在是第四列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加上Raw 那它已經變成加了4 所以你要再退 退多少 減掉4 對 62 62加上Raw 剛好66 有沒有 然後加在一起之後 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向下填碼會不會變BCD呢 有 有 懂嗎 老師 66加Raw 再減4 你說 這邊多好看 你說 66 66 因為這樣比較直 好吧 沒關係 總結說 66加Raw 減4 這樣比較直 好啦 都可以 OK 我覺得 反正你自己最習慣的方法 你就用哪個方法 真的 有時候數字這種東西 真的 不同的人寫出來的答案完全不一樣 所以像我看別人程式 怎麼看就覺得怎麼怪 那我第一步就是把它改成我看順眼的方式 OK 但是不見得我覺得順眼的方式 你們覺得順眼吧 所以沒有關係喔 這個程式以後的話 你只要是邏輯正確 就可以了 你不要硬是要把自己的腦袋要轉個彎 千萬不要 什麼方法最簡單 就是喔 那個方法是你自己想出來最順的 最順的好處是說喔 你根本不用思考 你做出來就是對的 真的 像我程式寫出來 我就是順著我的邏輯寫 我一看喔 這個我寫的 絕對沒有問題 OK 因為很順嘛 如果我一看那個東西 跟我的風格完全不一樣喔 那不是我寫的 所以你們一看就知道喔 因為我寫的程式辨識率很高 因為我的程式非常的簡短 非常不囉嗦 沒有宣告 然後程式都短短的 少少的 那如果你去看別人的程式的話 完全是不一樣 有沒有 所以沒有關係啊 這種東西真的是 那你想說 老師你這樣寫沒問題嗎 怎麼會有問題 真的程式就是要這樣寫才對啊 沒有人叫你一定要怎麼寫 這樣你一定怎麼寫的 那個 只是害你而已啊 OK 因為你最後你想要放棄了 千萬不要怎麼 最好就是你要 很順著你本來的思考邏輯寫 是最好的 我覺得啦 因為我自己 後來發現的 因為我以前都是去 寄別人寫什麼 喔好痛苦喔 我腦袋快炸掉了 然後每天要寄多少東西 後來我發現有一天喔 我通通不想寄他 我都用我自己的方法 我反而發現 哇好輕鬆喔 感覺好像喔 那個寫任何東西 怎麼樣寫 怎麼樣都對了 那以前的方法喔 怎麼樣寫 感覺怎麼樣 都一直想要去查 會去翻閱別人寫的書 然後呢 出門在外喔 就沒有安全感 一定要把書帶著 為什麼隨時要翻查 因為我覺得 好像沒有帶那個書 感覺好像沒什麼安全感 後來發現喔 這個都放掉之後 哇 整個感覺喔 就是輕鬆 OK 所以你會發現喔 其實我寫成是 不會說刻意去背 像這也是一樣 我想到什麼就可以把它 變出我要的東西嘛 這樣來使用電腦 我覺得應該才是比較 輕鬆自在的一種方式 而且工作起來這樣蠻愉快的 每天都有新鮮事嘛 因為有時候每天工作喔 你會覺得說是很愉快的 每天的話就是很多挑戰 那你把那些問題都解決掉 感覺也蠻有成就感的 然後每天上班 老闆又會付你薪水 這是多好的一件事 所以那時候 每天上班蠻愉快 然後每個月都可以領錢 OK齁 就是自己這樣想啊 OK 確定之後的話呢 欸 向下填滿 所以我再來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喔 複製之後的話 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這個B的位置 有沒有 把它貼上 然後打個勾 向下填滿 等一下要不要鎖什麼東西 有 這個要鎖 H3 因為等一下向下填滿 這個H3的位置不能動 有沒有 其他都可以動 向下拉 OK 做出來了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啊 001可不可以 Enter 有了 沒有了 有沒有 OK 我們居然把那個 インテレッジ 給做出來了 OK齁 所以 其實有些東西就是 你 為什麼我這樣 知道這樣做 因為其實我跟各位講說過 就是 你想要看懂上面的敘述 有沒有 它一定指 一定就告訴我說 你要一個TES Reference的TES 所以我一定要給它一個文字 有沒有 然後再慢慢變 反正 本來是插後面的 我就把後面變出來 插前面 我就把前面變出來 只是說這個CHAR CHAR這個 OK齁 你可能要知道一下 我看一下我那個 這個應該我上面應該也有一些 參考的吧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Lookup函數的方法 然後 index的方法在這裡 OK 然後 然後 當然我這邊有講過 可以配合Match OK 配合Match 另外Offset也可以 Offset就是偏移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然後大同小異 那 index的話呢 我是在這邊 用了剛剛講的CHAR 有沒有 66剛好是B 然後67 剛好是C 是類推 所以我這邊的話 不過我寫的是 63加弱 63加弱 63 還是因為我位置 我位置不一樣 我位置不一樣 所以這邊可能要改一下 應該是62加弱 才對 OK 這個字也改一下都OK 其他的話就向下填滿 就可以 這邊把它改一下 另外的話你想說 老師它的內瑪表 到底是什麼 其實你打那個關鍵字叫ASCII 這個關鍵字的話你Google一下也有 ASCII 至於這什麼東西 其實它就會秀出來 這個叫什麼 就是美國 美國Standard Core The International Interchange 就這個 其實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它內瑪一定要固定位置 不然的話不可能說 我今天這一台電腦的鍵盤是遵循我這個標準 另外一台電腦遵循我這個標準 奇怪怎麼打A變成別的東西 就沒有固定位置 所以它一定要有個標準 所以這個ASCII code OK 裡面的話其實你也有興趣自己再看一下 重點就是說 我們裡面的位置大概知道一下 比如大寫 另外小寫的位置不一樣 小寫的位置的話在哪裡 或者你可以看那個圖片好了 我喜歡看這個圖 圖裡面你選其中一個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最好背起來 不過其實也不太需要特別背 97到多少 97到112 然後65到90 有沒有就是大寫的 那數字的位置在哪裡 48到57 有沒有 那你想說老師那這個有什麼關係 特別是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剛剛好你的那個資料裡面 你要判斷的是什麼 判斷的是什麼 裡面是不是大寫或小寫 或者是說呢 它裡面是數字的話 你可以用內瑪表去做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的資料 在雲端上也有 可以參考一下雲端的第10頁 這個ASCII Code Name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其實你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用VBA來寫 當然可以 以後如果你現在 不會知道用哪一個函數 其實VBA也OK VBA怎麼寫 其實就是從頭到尾比一下 如果試那個資料 就幫我抓回來 就OK了 所以VBA怎麼寫 其實如果你上個禮拜的東西會寫 這個東西你應該也會寫 還蠻簡單的 試試看